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欧洲继续 昨天欧洲开每个月固定的例行会议 在例行会议里面有谈到 目前的利率是维持不变 欧洲目前是负利率 欧运区 那德拉奇有特别谈到 如果景气目前是在回升当中 如果有辞职的情况再出现的话 那么他们还会在持续做扩大的货币宽松 谁让昨天欧洲股市仍然保持的强势 昨天德国开高押回之后 最后还是拉高收 再创这个破断新高点 那反而美国昨天就比较弱了一点 昨天美国是跌了113点 其实美国昨天发布的经济数据也都是好的哦 昨天发布上个礼拜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 减少了6000人 创下43年来最低的数据 包含领先指标准元发布出来 成长了0.2% 这都代表整个经济是持续成长的 可是美国股市这一波 已经很强了 已经很强尤其距离历史高点 尤其距离历史高点 差不到100点 涨多震荡难免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在利多发布之下 反正是压回收的 反正是压回收的 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被美国股市一压回来之后 今天亚洲股市目前普遍 是属于弱势的情况 当然这个弱势也没有很弱 小跌而已 你看日本目前跌69点 日本两天涨1000多点 记不记得 日本从地震完之后 地震这一天原本就涨一波了嘛 地震之后又大涨创新高 所以日本这么强的情况之下 其实短线的修正 这都难免 这都难免 反而今天大陆股市开出高盘来 目前是呈现上涨的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 最近整个全球股市的步调 有时候不是那么的一致性 可是整个趋势都还是向上的 那台北股市今天开盘是属于 开平高压回 可是压回又不多 量一直都出不来 从量身上可以看出 大多数投资朋友想太多 大家都想不想追 许会导致量一直出不来 看的人多 投入的意愿不高 这也是影响到台北股市这一波 人家全球股市的创新高 我们却一直供不出去的原因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那这个行情压回不会多 为什么不会多 你看昨天外资在台子期的部分 昨天台子期涨88点 比加群指数的50几点还多 因为昨天外资在台子期部分 一天大买了九千多口的进多单 进多单一天大增了九千多口 目前外资在台子期的多单 进多单累积数又来到五万一千口 外资压了这么大的部队 压了这么大的部位 它不容易让指数下来了 所以你不要想太多 重点还是在个别股 你如果说没有在操作指数的人 重点还是在个别股 重点还是在个别股 那我们在明天礼拜六 明天再拜啦 今天是礼拜五 礼拜六下午两点 桃园的讲座 首季财报标股 首季财报标股 我会利用这份 三月营收创历史新高的公司 总共98家 因为你第一季财报要好 首先三月份一定要好 因为第一季就是一二三 二月的过年普遍都不好 三月是反共的一个机会 如果三月有机会大涨的公司 那么第一季财报是一定好的 如果连三月份都起不来 那第一季就不用说了 所以第一季能够好的公司 一定都在这98家里面 当然这里面有的已经起很多了 比如像东阳 维生 英锐 这个都已经长很多了 这个已经长很多了 长多的不要去追 你长多的你再去追 顶多只是抢个三五天短线而已 那如果穿不够的头 本来被它咬到 那就麻烦了 长高的时候咬到就麻烦了 我从这里面挑个两档到三档 要不可以去的股票 从这里面挑 要不可以去的股票给你 不用多挑个两三档 就够你赚了 在五月十五以前 重点都是财报的行情 不是台湾 美国也是一样 你看 昨天盘后高通发布财报 发布出来的数据不好 盘后盘一跌就跌到快10%了 所以美国跟台湾都一样 其实全球各地都一样 全部都在财报行情的一个空间里面 所以任何强势的股票 弱势的股票 都会跟财报有直接的影响力 就像我们昨天谈的一支股票 对不对 昨天谈的自身嘛 昨天自身大涨 是不是晚音 就是财报的问题啊 0.91啊 所以这次演讲 明天下午2点 陶渊场的讲座 我来告诉你 第一季的财报标股 讲个两三档给你 就够你赚了 报名专线 二三二一九九三三 02 二三二一九九三三 那不方便打电话了 你准时到 桃园市救国团 桃园市城公路二段 七号三楼的教室 不方便打电话报名的 请你直接准时到桃园的救国团 好 刚谈到 从现在到5月15号 全部都是财报的天下 你找业绩创新高的公司 买就对 不用想太多 涨高就不要去追了 涨高追就占不到便宜了 你来看 我们最近带货员超多的急涨标的 就很清楚嘛 对 F军耀 六四二二的F军耀 今天还是继续涨 昨天大涨 今天还是继续涨 我们每天在讲 从五十二块钱开始买进 卖掉 押回六十六十二再买 六十五再买 礼拜二的时候 礼拜三的时候先押回 七十二块钱再买 记不记得礼拜三 台北股市大跌 一百一九点 有没有 四月二十号礼拜三 军耀七十二七十买 有没有看到 这不会骗人的啦 七十二七十买 收盘收在七一点九 昨天大涨一根 今天再来一根 连续两天 今天高点来到七十六点九 这样就多少 这样就四块九啦 就七%了耶 就七%了耶 这个随时都会再供出去 随时都有机会再供出去 对 军耀我就不想再讲太多 因为每天讲喔 基本面的部分 重复一直提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可是知识股票 高点九十块钱会不会来 会来不 我们等着看嘛 那除了军耀以外 另外一档 也是最近我们全力在锁定操作的股票 VIP会员做的 F六月今天还是继续涨 再创新高 147 F六月昨天 投信继续加码 昨天投信继续买412张 G1张昨天也买了155张 国内的法人持续在加码 你还是继续攻出去 我们105买的118加码 120加码 一路重出去 这个上哪里进到 已经快五成喔 因为你一百 涨到147 是不是快五成了 47%了 我跟大家讲过 47%没什么 它还在历史底部 它还在历史底部 去年赚了10块半 已经是历史新高了 昨天法人一份评估报告出来 预估F六月今年 12块到14块 年增率20%到40% 有这个机会 不是不可能 绝对有这个机会 三月营收 差一千万 差一千万次高 四月份 笃定会创新高 四月营收 笃定会创新高 所以市场个股 只怕不压回 现在不乱而已 法人圈持续在加码 我们是已经赚很稳了 我们100块 1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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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赚很稳了 我们是不怕 现在是你们想买的人 有没有机会压回来 让你们接 这个开口持续在扩大当中 所以我挑标的 我们金的股票 一直都是属于这样的情况 你看我们在礼拜二 礼拜三那天 四月二十号大跌 一百一九那天 我们还另外呢 F六月 另外买什么 葡萄王 1707的葡萄王 204买进 有没有 204 这VIP会员买的 再跌119 119点那天 你看葡萄王 1707 今天来到215了 今天来215了 昨天大涨一天之后 我们是这一天 趁压回这一天买的 我不是长虹买 我是长虹之后 压回205买 当天收在203 当天收 当天收在203.5 当天收203.5 我买204的 这两天冲上来已经215了 有够10块 21块钱了 那我为什么会挑葡萄王 我为什么会挑葡萄王 葡萄王三月营收也是历史新高 月增62%年增31% 第一季成长21% 所以三月份的营收 也是有机会创历史新高 古泥炭贵口银 去年赚8块钱 今年有10块钱以上的机会 那葡萄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它是卖健康饮料 健康食品的对 包含康贝克尔 林芝 林芝丸 那 普仲 国内第二大 国内第二大的直销公司 尤其是本土第一大的普仲 我那个业绩一年赚二十几块钱的EPS 也是很可观 那我比较看好的一点是 我比较看好一点是 第二季开始 它准备跟云南白药 我想云南白药大家就很清楚 对吧 相当知名的一个老牌的药 云南白药 准备第二季跟云南白药 要共同合作结盟 要开始出货 那以直销系统来帮云南白药做全面性的推广 我相信对它的业绩来说也会有很大帮助 那葡萄王 也是底部 打了这么长的底部 打了这么长的底部 一条年线铺在下面 底部平台破了之后 大涨回撤买冲出去 我们选股都是属于这样的逻辑 选股都是这样的逻辑 那今天我们来谈一支股票 今天强盲初级的部分我们来谈一支股票 最近整个最强的族群在哪里 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就是汽车零件股 对不对 汽车零件股是这一波 行情最密集的 从F茂莲3665 从F茂莲开始大涨之后 其实这个都已经涨高了 我都不建议大家追 涨高之后 本益比都已经二十几倍了 我都不建议大家可以追这种股票 包含1536的核大 这也是再创新高 可是170块了 170块 古尼干的碳系口落 本益比都已经四十几倍了 我的个性就是喜欢找那种 刚起涨的 刚起涨的 或者底部还没有动的 涨高的股票我是不习惯追 1533的车王店 车王店 你看这涨高之后 你再去追 这个风险都很大 上面都有套牢区存在 我们来谈一档 我们来说一句 还没涨的七彩零件股 你看最近七彩零件股 1319 这都很强 可是高档的股票都不会追 那最近比较强的 1592的英锐 今天又要去掉 那因为这是新上市股 之前都没量 突然间这样飙 你也跟不上 我们来谈一档 还没涨的 哪一档还没涨的 我们今天强棒初级来谈这一档 地宝 6605 地宝做什么的 地宝是做车灯的 国内最大的车灯厂 它是专攻AM市场 什么叫AM市场 就是售后的维修市场 那6605的地宝 地宝是完全没有涨 最近这半年以来 最近这半年多的时间 几乎是没有涨 半年多的时间 几乎是没有涨 而且 三月营收历史新高 月增63% 年增32% 第一季比去年同期 成长了17.7% 去年EPS9.4 这个业绩很强 不比 不会比那些汽车零件股差 其他汽车零件股大概7.8 像F茂莲也是赚8块 对 河大赚4块 多都已经标到170了 它是赚一个股本 509.44 今年第一季就开始标高了 今年第一季就开始标高了 尤其公司派特别有谈到 它目前接单到出货 大概要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因为现在手中订单很多 为了要因应这样订单的需求 它在中部盖了一个超大的仓库 那个仓库号称 可以放下3000个货柜 所以当第二季仓库盖完之后 准备要把接单到出货 两个礼拜的时间 缩短到剩两天的时间 所以到时候整个大仓库盖完之后 整个生产线会加速 整个营收一定就会再标 目前已经创新高了 等到工厂再盖完之后 仓库盖完之后 这个还会再加速 所以地保 这个就是基本面很强 还没有涨的汽车零件股 今天有开始要加速的味道了 今天有开始加速的味道了 昨天一天331张 今天一个小时已经333张了 地保只要 地保只要 红色线是粘线 粘线110 110大概110能够站上去的话 110能够站上去的话 它就有加速的机会 尤其这个缺口已经开始要收敛 形成黄金交叉了 所以这两天地保特别注意 110站上去 又是一档要开始启动的 汽车零件股 今天 在强棒初级的部分 就提供给大家知识股票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其他全面性的分析 我们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的 五四战将里面 再跟大家做进一步的报告 最后跟大家提醒的 礼拜六下午2点台北厂的讲座 报名专线02-23219933 02-23219933 不方便打电话的 请你准时到 救国团 桃园救国团 桃园市城公路2段7号3楼教室 今天跟大家分析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